女孩放学回家 被命令脱光衣服 她只好乖乖听话走进浴室 母亲开始为她搓澡 直到她的皮肤开始流血 只因为母亲有严重的洁癖和强迫症 橱柜里的调味瓶要摆得整整齐齐 鸡蛋要按大小整齐滑衣 冰箱也要擦得油光发亮 她对女儿更是十分严苛 甚至想要掌控她的一切 女儿名叫秀雅 仅仅因为肠胃不舒服不想吃饭 母亲便无法接受 直接把碗摔在地上 二人一起去植物园游玩 拍照时 不管秀雅是否愿意 都要强迫她挤出一丝笑容 当秀雅看到别的小孩在吃棉花糖 跑去偷尝一小口 却被她当众甩了一巴掌 下雨天 母亲会让秀雅裹着塑料袋去上学 结果成了学校里的异类 被同学们嘲笑 在生活上如此 在学习上更甚 作业写错一道题 就会挨舞下巴 秀雅只好趁母亲不注意时 偷偷抄答案 为了提升秀雅的成绩 她找到班上第一名的家长 要来她女儿的内衣 用开水消毒后给秀雅穿 她相信这样就能考出好成绩 母亲丝毫不顾及秀雅的感受 只是让女儿活在自己的规矩里 更讽刺的是 她似乎觉得自己是个完美母亲 和朋友打电话时 还炫耀自己和女儿的关系 处得像闺蜜一般 当然母亲对秀雅的爱是无庸置疑的 她会每天帮女儿运好校服 整理头发 打扮得干干净净净 然后送她去上学 日复一日 不嫌麻烦 但是 她不知道 她的爱太过沉重 压得秀雅喘不过气来 她自顾自抵爱 丝毫不顾及女儿对爱的反馈 这对秀雅来说无疑是一副枷锁 这天 秀雅过生日 母亲为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还特意订了一个漂亮的蛋糕 可她却并没有那么高兴 但不得不从嘴角挤出一丝笑语 配合母亲的拍照 本以为这会是一个短暂的温馨时刻 可下一秒却画风突变 女儿生日 母亲竟然抓起蛋糕 二话不说就往她脸上砸 一边动手 嘴里还不停地骂着各种难听的话 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母亲有强迫症 她见不得秀雅用左手拿筷子吃饭 幸好这时来了一通电话 母亲才停手 有事准备出门 秀雅方才逃过一劫 对于女儿的哭喊 她无动于衷 惊魂未定的秀雅扶着桌角 正准备起身 却不小心打翻桌上的盘子 大米撒了一地 门外的邻居听到动静 闻声赶来 看到秀雅蜷缩在地上 于是把她带回家 帮她擦拭衣服 当掀开衣袖 看到她手腕上的伤 邻居似乎明白了秀雅的遭遇 闭脸心疼 不停地关心问候 邻居的出现 给秀雅压抑沉重的生活 增添了一丝曙光 当得知她对钢琴感兴趣 邻居主动教她 可秀雅却害怕母亲不会同意 于是邻居主动找到母亲商量 告诉她 秀雅很有天赋 可以免费教她弹钢琴 当得知邻居是名牌大学毕业 还免费教学 母亲这才勉强答应 但是必须保证成绩不能下降 这一次 秀雅终于争取到了自己所喜爱的东西 心里感受到一丝满足 躺在床上露出真心实意的笑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秀雅也到了爱美的年纪 当看到同学们一个个都背着漂亮的新书包 而自己的却破旧不堪 她心动了 但她知道 母亲是绝对不会给她买的 于是她在放学后 偷偷卖年糕挣钱 但是由于回家太晚 被母亲狠狠地打了手感 但她没有丝毫怨言 因为她靠自己的努力 终于攒够钱 买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书包 面对步入青春期的秀雅 母亲再三劝告她不要早恋 不要做与学习无关的事 但是青春懵懂的秀雅 还是有了喜欢的男孩 这天 男孩打来电话 周末想与她约会 第一次接到男孩的邀约 秀雅显得不知所措 这时 门外传来脚步声 母亲回来了 秀雅慌乱中 没有多想就答应男孩 周末 青春年少的二人相约植物园 秀雅背上了她的新书包 男孩向她表白 秀雅的心怦怦乱撞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初恋的感觉 但她没有直接回应 而是会心一笑 二人眉来眼去 打打闹闹 一起开心地吃棉花糖 在落日余晖中 牵着手送秀雅回家 临别时 男孩拉住秀雅 在她脸上轻轻一吻 秀雅心里乐开了花 转身却发现 母亲就站在一旁 女孩和男友约会 没想到被母亲撞了个正证 她吓得瑟瑟发抖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母亲怒气冲冲走过来 一巴掌伸在她脸上 秀雅被母亲拎回家 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然而这换来的 却是母亲不停的巴掌和咒骂 她质问秀雅哪来的钱 正在气头上的母亲 竟然怀疑是女儿 出卖自己的身体换来的 失去理智的 她根本听不见 女儿的任何解释 无奈的秀雅只好承认 是自己偷来的 母亲二话不说 找来剪刀 就将书包一刀一刀划烂 秀雅不忍心看着 自己的劳动成果 就这样付诸东流 拼命地阻止 不料被母亲的剪刀划伤了脸 看到女儿脸上长长的伤痕 母亲这才冷静下来 秀雅拼命地往外跑 想要找邻居求救 站在窗边 却发现邻居 也正在遭受父亲的家暴 原来邻居和秀雅是一类人 正是这样 邻居才能感同身受地 关心秀雅 缓过神来的母亲 带着女儿去医院包杂 此时的她 心里没有一丝歉意 反而将一切的错 都归咎于秀雅的不听话 母亲不明白 秀雅总会长大 总有一天会挣脱她的束缚 转眼间 女儿已经长大成人 和当初的那个男孩结婚 她终于远离了母亲 这天 秀雅突然接到电话 母亲被检查出癌症 尽管小时候的事 依旧让她怀恨在心 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她来到医院看望 母亲把自己的营养餐给女儿试 看卓秀雅依旧拿左手示范 头发也乱糟糟的 母亲又开始不停地叙叙叨叨 可此时的秀雅 早已不是当年的小女孩 她还带来男友 告诉母亲自己已经结婚 可母亲却没有一丝喜悦 非常不理解 女儿为什么要结婚呢 从始至终 她都要求女儿不要喜欢上别的人 否则就会沦为娼妇 临终前 她留给女儿的最后一句话 看着扭头唏嘘的母亲 秀雅还是忍不住地哭了 而母亲再也不会回应她 她的泪水中饱含着对母亲的恨与痛 一面是永远失去母亲的痛 但更多的是终于挣脱母爱的誓言 电影的最后 秀雅怀孕了 她和丈夫走在当初的那道夕阳下 回忆起儿时令人窒息的母爱 她发誓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好妈妈 母爱生辰的同时 也同样沉重 作为母亲一定要把握好度 给孩子营造一个舒适的成长环境 好 好 好